来到花海有人喜欢拍像这样的俏皮可爱照 有人喜欢拍这样的浪漫唯美照 但有人确实这样拍 大啦啦踩进万寿局花田拍得好过瘾 地下花朵全被踩扁 但他们口音明显不像台湾人 拿着海报开心来到台湾玩 原来是来自东南亚的观光客 不过其中有些人为了拍照大搞破坏 直接把花田当衣架 脱下外套就丢着自顾自美美拍照 还有小朋友一屁股埋在花海里拍了再拍 站起来时多了两个大洞 外国客人有些因为为了取得比较好的拍照角度 还是会可能不是刻意的 可能就是不小心还会是触碰到花朵 他不知道那个花朵可能很脆弱 可能会因此就受伤了 中摄花式六公顷的花海腕子千红 波斯鸢尾玉金香 光品种就超过五十种 能换到连外国观光客都抢着来拍照 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游客最多 也有不少来自港澳柬埔寨 假日能达到两万人次 游客这么多 难免有人为了拍照破坏花田 但让人压抑的是外籍游客却占了绝多数 马兴的过去就过来就不要这么做 肯定就那个印象就非常不好 就有点不好哦 因为人家都弄到这些迷迷的 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为了拍照破坏花海景观 不但让老板大伤脑筋 外国观光客的形象也大扩分 接下来连家是西亚新的台中报道